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于珍惜生命 付了典命的 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池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